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书时光 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晚上出门给女友买她爱吃的那家炒和粉时 遇到了大学同学林志杰 于晨林,咱们都快十年没见了吧 她激动地拍拍我的肩 上下扫了我一眼 在看见我身上那件破好几个洞的皮衣后 她露出鄙夷的笑 老同学,过几天我做冬 安排了一个同学聚会 你可一定要来呀 大学毕业后 我就主动跟这群笑面虎断了联系 听说他们每年都要组局聚会 没有一次想起过我 这次这么热情 恐怕是还以为我是当年那个穷小子 想拿我当乐子呢 还是不去了吧 到时候扰了你们兴致 我摆摆手 并不想烫这趟浑水 林志杰眼珠一转 挤出一个假笑 这是哪里话 都是同学 混得不好 又没人笑话你 林志杰像狗皮膏药一样粘上来 我拗不过她 随口硬了下来 回到家 我跟女友提了一下这件事 女友听后笑作一团 我就说让你换件衣服出门 你那皮衣穿了都快有六七年了吧 堂堂一个公司老总 因为一件衣服被人误会 你说你多憋屈 那不是你送我的吗 我哪舍得丢 我本来物欲不强 不喜欢铺张浪费 林志杰从大学就跟我不对付 每次说话都是家枪带棒 冷嘲热讽 我知道 她打心眼里瞧不起我 如今看到我穷困潦倒 心里估计都乐开花了 聚会那天 女友亲自为我挑选了一件高定西装 又替我打好领带 头发往后梳 露出额头 用发胶固定住 我笑了笑 看着镜中的自己 俨然一副成功人士的标配 跟女友告别后 我来到约定好的聚会酒店 我到的时候 人都来齐了 原本闹哄哄的包厢安静了下来 林志杰看着我今天的模样 从鼻孔中哼笑一声 我听见她小声嘀咕 今天倒是穿得人模狗样的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私下里是个什么东西 哟 陈琳这面子可真够大的 让我们一顿好等 说话的是班长 也是我的寝室长 当年带头孤立我的人 郑少秋 看你这身打扮 如今在哪高就啊 此话一出 十几道目光 纷纷朝我们这边望过来 林志杰憋着笑 想看我当面出丑 陈云集团 我淡淡开口 原本安静的包厢 突然爆发出一声爆笑 紧接着 饭桌上的笑声此起彼伏 郑少秋捂住肚子 笑得直不起腰 他看着我 眼里尽是鄙夷和嘲讽 于晨林 你就别开这种玩笑了吧 那可是陈云集团 多少世界顶尖学府的人 挤破头都挤不进去 就你那大学都没毕业的学历 恐怕连做陈云的保安都不够格吧 我有些无语 自己白手起家打下的公司 我怎么就不够格了 林智杰也出声附和 一副语重心长的模样 陈云 大家都是同学 你就没必要打肿脸充胖子了 我那天都看到了 你大晚上还在摆摊卖炒饭呢 我本来想给你留个面子 不当面拆穿你 可你这牛吹得也太过了吧 说着 林智杰拿出那碗 他偷拍我的照片 照片里 我穿着破烂的皮衣 在冷风中拿着铁锅颠勺 面前摆着各种佐料 这个角度明显是一张错位图 拍图的人倒是花了不少心思 照片一出 包厢里瞬间弥漫着窃窃私语声 当年好歹也是院系第一 学校的风云人物 怎么混成这样了 夜市摆地摊 真是丢我们惊大的脸 看他穿得破破烂烂的 今天还特意租了这么贵的西装 来装逼 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这一天的租金 他怕要炒半个月的饭吧 龙生龙凤生凤 老鼠的儿子会打洞 他爸不就是个 可 他这样也不足为奇吧 你说周莉莉当年怎么看上他了 难怪他们刚结婚就离了婚 跟了这种没本事的男人 真是他这一生的污点 虚 小点声 没看到郑少秋脸色不好啊 前夫和现任有好戏看了 察觉我的脸色阴沉下来后 有个爱做何事老的女同学 出来帮我解围 班长 我看人都齐了 我们把菜给点了吧 郑少秋被打断 不满地责了一声 也没多说什么 把服务员叫了过来 郑少秋大手一挥 点了一大桌子菜 林智杰朝郑少秋露出一个谄媚的笑 郑总就是大手笔 朝宴盛会这样的地方 也就只有郑总消费得起了 我们也是跟着沾你的光 郑少秋被恭维爽了 连连白手说了几句客套话 说吧 目光又转向了坐在一旁不吭声的我 好像还没点凉菜吧 于晨林 你看看还想加什么 我扫了一眼菜单 都是些我吃腻了的东西 实在是提不起什么兴致 林智杰见我不吭声 还以为我是没见过市面 被菜单的价格吓到了 他善解人意地宽慰我 陈林 平时你也没机会进这种高档餐厅 今天就放手点吧 反正今晚消费都由郑总买单 正好你也尝尝看 看是不是比你炒的路边汤好吃 郑少秋的手在菜单上敲打了几下 不耐烦地转头看着我 要不然就点一盘凉拌苦瓜 陈林你觉得怎么样 我感觉这菜跟你挺搭的 又苦又凉吗 包厢里又爆发出哄堂大笑 倒是周莉莉抬头小心翼翼地看了我一眼 观察了一下我的脸色 眼里闪着我看不懂的光 服务员拿上菜单准备退下 他瞥了我一眼 惊喜开口 郁总今天上官小姐没一起过来吗 您这是来聚餐的 我点点头 周遭的嘲笑声像是按了暂停 包厢里的人脸色各异 看向这边 您存在我们店的那批罗曼尼康蒂需要拿出来吗 您是我们这的贵宾 王经理特意跟我打过招呼 让我招待好您 服务员话音刚落 包厢里就又响起了窃窃私语声 我的妈呀 罗曼尼康蒂 是我想的那个吗 罗曼尼康蒂酒装的葡萄酒 那可是世界顶级美酒 酒中爱马仕 于晨林该不会真的发达了吧 那酒少说 有得上百万一瓶 我今天真的要跟着他见识面了 可是林智杰不是说他现在在摆地摊吗 哪来的钱买罗曼尼康蒂 郑少秋疑惑地看着我 脸色不太好 今天是我们大学同学聚会 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 你开一瓶送进来吧 服务员连连硬下 笑着退了出去 老同学 林智杰用肩膀撞了我一下 皮笑肉不笑 试探性问了一句 他称呼你于总 你该不会真混出了什么名堂来吧 我清了清嗓子 还没来得及出声 刚才那个服务员 就一脸尴尬地闯了进来 实在是不好意思于总 我们经理刚才出外勤了 酒叫得要是在他那里 今天怕是要扫您雅兴了 朝宴盛会的服务一向很好 女佣喜欢这里的氛围 我作为老顾客 并不打算刁难眼前瑟瑟发抖的服务员 没事 下次来再开就行 你先去忙吧 服务员刚退出门 郑少秋就一脸鄙夷地看着我 鼓起了掌 先是服务员叫你于总 然后故意拿罗曼尼康蒂出来装逼 最后经理不再 取不出酒 于晨林 真的有这要巧的事吗 你的戏未免也太多了吧 穷乡屁壤里出来的穷鬼 也想学人装大款 山鸡就算飞上枝头 也变不成凤凰的 真是可怜 郑少秋故意加大了音量 就是打定主意 想让我难堪 郑少秋这么针对我 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此刻坐在她身边 一副贤妻良母模样的周莉莉 周莉莉 是我的前妻 当年 她是学校公认的女神 长得漂亮 又多才多艺 我对她一见钟情 并且对她展开了猛烈的攻势 我帮她上课 跑腿 无论什么时候 她一个电话 我就能随叫随到 曾经 我一天打三份工 就为了能在女神生日那天 买下香奈儿限量包 讨她欢心 但周莉莉 对我一直挺冷淡 她像一朵高岭之花 只可远观不可泄完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也渐渐放下了她 但是毕业后 她主动找上了我 开口第一句话 就是让我娶她 原来 那时候 周莉莉已经怀孕三个月 她不肯打掉孩子 但又没法跟家里交差 所以 她打定主意 让我娶她当街盘侠 看着曾经的白月光女神 在我面前哭得梨花待雨 我终究很不下心拒绝她 就这样 第二天 我就跟周莉莉去领了证 那时候 我因为那件事被开除学籍 整日未找工作发愁 一没家事 二没学历 三没工作 周莉莉她妈每次见我也都是冷嘲热讽 但我没把她的挖苦放在心上 那七个月里 我一直尽心尽力伺候周莉莉代产 她生产那天难产 我焦急等在手术室门口 一天一夜没合眼 生完孩子 我又拿出不多的存款 请了一个金牌月扫 照顾她过月子 原本以为我总算苦尽甘来抱得美人归时周莉莉跟我提了离婚 她回来找我了 我们还是分开吧 只是 我没想到她跟郑少秋走到了一起 明明她肚子里孩子的爹是 于晨霖 郑少秋出生把我的思绪拉了回来 她朝我举起杯 露出一个得意且高高在上的笑 我得敬你一杯 说起来 你还替我照顾了莉莉母子一段时间 这份恩情我一直记在心上 我看着头上挑着绿的男人 有些想笑 都是替别人养儿子 怎么她还有莫名其妙的优越感了 天冷了 你就别去摆摊炒饭了 我公司旗下 酒店里还缺一个迎宾 到时候你要是被哪个富婆看上了 这辈子就能躺平了 郑少秋调笑着 话里的讽刺不加掩饰 哟 这恐怕是不行吧 一个大嗓门的女生阴阳怪气地开口 你们可别忘了于晨霖当年做过什么事 她看见女人就跟恶狼似的 到时候出事了 不是砸郑总的招牌吗 我顺着声音看了过去 说话的人是王小莲 张沐月的室友 你们可别忘了 她当年对月月做过什么事 她又是怎么被退学的 王小莲抱住坐在一旁 一脸心虚看着我的张沐月 气冲冲地朝我呸了一口 张沐月看了我一眼 扯了一下王小莲的袖子 支支吾吾开口 当年的事都过去了 小莲你别再提了 月月 你总是这么善良 善良被人欺 你怎么还不明白 王小莲恨铁不成钢地戳了戳张沐月的脑门 我看着她虎视眈眈 恨不得上手撕了我的眼神 轻笑了声 我也想知道 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你这个禽兽 要不是我们月月心软没告你 恐怕你早就牢底坐穿了 哪有机会坐在这里大言不惭 我看着张沐月躲闪的眼神 沉声开口 当年那事不是我做的 如果真的是我 张沐月为什么不敢去告我 谁不知道 月月当年那么喜欢你 她为了你的名声着想 才把这事压了下来 当年 我虽然家世不好 穷困潦倒 但我品学兼优 年年拿奖拿到手软 张沐月确实公开表示 她喜欢我 她给我送过情书 带过早餐 还亲手给我织过围巾 不过 我当时一门心思 全都扑在周莉莉身上 根本无暇顾及她 婉拒过几次 可张沐月还是对我死缠烂打 那天 我下晚自习回去的路上 撞见张沐月被人猥亵 看着张沐月求助的眼神 我帮她赶走了人 我脱下外套盖在赤身裸体的张沐月身上 不料却被好事者看见了 隔天学校就传开了 为了张沐月的名声 我硬生生抗下了这件事 没成想 张沐月想借着这事逼我跟她在一起 被我言辞拒绝后 她动了歪心思 散播我受性大发猥亵她的谣言 后来 我被学校强令退学 大好前途毁于一旦 背了这么多年的黑锅 是时候为自己平反了 我看着面前浑身站立的女人 淡然一笑 我有没有做过 你心里比谁都清楚 于晨林 你就别狡辩了 事情闹大了 谁脸上都不好看 你又不是第一次干这种龌龊事了 你忘了村长的女儿吗 说话的是陈希 跟我一个村的 自诩跟我穿一条裤子 长大的发小 我一愣 村长的女儿 我有点印象 是个沉默寡言的姑娘 小时候喜欢跟在我屁股后面 喊我哥哥 她怎么又跟我扯上关系了 我感觉 现在的我就像那个含冤而死的痘蛾 什么人都能过来踩我一脚 要不是你当年对她做的那事 村长也不会踩到中年就白了头发 你爸是个精神病 饶得村里子不得安宁 没想到你青出于蓝胜于蓝 竟然对从小看着我们长大的村长一家下手 你还是人吗 我听得一头雾水 村长一家 现在都在我公司里上班 怎么在陈希口中 我倒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了 村长在九泉之下 不会放过你的 陈希看着我 恨恨开口 于总 不知道那个不长眼的撞了你刚提的那辆沙奇马蒂 他比我高一个头 胳膊有我两个粗 我干不过他 就当陈希沉浸在气氛中时 村长一个大嗓门熬了过来 我闭了闭眼 书 我都说了多少次了 别叫我余总 像小时候那样叫我小林就行 还有 那是马沙拉蒂 不叫沙奇马蒂 村长憨憨一笑 我这不是年纪大了 记不住是吗 村长 你没死 你竟然还活着 陈希看着眼前的男人 一脸惊喜 难以置信地望着他出神 你这混小子 你才死了 村长猛地一拍他的头 你念大学后就没回来过 原来还记得我这糟老头子啊 陈希有些难堪地低下了头 先前叫嚣着要为村长一家报仇 结果自己十年来都没回过村 想装好人装孝子 结果被当事人当场戳穿 你们这是怎么回事 陈希愣愣开口 于总把我们一家都接来城里住了 小美和他妈都在公司里干点轻松的活 我坐不住 刚好会开车 就当了于总的司机 村长刺着大牙 笑嘻嘻地开口 你是说 于晨霖真的开了公司 小美也来了 可是她不是想对小美图谋不轨 被你抓到了吗 陈希还是不相信 她紧紧握住村长的肩膀 颇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架势 什么图谋不轨 村长挠了脑脑袋 一脸不解 小美之前精神有点问题 总喜欢说胡话 还是于总花大价钱 给她看病治好的 要不然我都不敢想 我们一家要怎么活 村长说到动情处 一把鼻涕一把泪 陈希黑着脸梗着脖子 想挑刺 她要是真为你着想 心疼你 怎么会让你一把年纪还给她开车 她就是想羞辱你 村长听懂了陈希的言外之意 她历声喝住了陈希 住嘴 于总一个月给我开十万工资 平时出门也是专门司机开车 根本用不上我 我中一年庄稼都挣不到这个钱 更别提小美和她妈妈 大字不识一个 于总心善念就情才 给我们一家人安排了这么好的工作 你凭什么指责她 村里的小学 中学都是于总出钱盖的 她怕我们出远门不方便 还给我们修了路搭了桥 你呢 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 你这些年给家乡做了什么贡献吗 陈希摊坐在椅子上彻底不吭声了 脸色惨白 郑少秋站了出来 脸上的笑笔哭还难看 大叔 你现在在哪个公司上班 村长指了纸衣服上的绣牌 莫 这不写了吗 陈云集团啊 就在这时 王经理突然急匆匆地推门走了进来 他弯着腰陪笑着 脸上的褶子都堆在了一起 于总 真是不好意思 刚才有急事出了一趟门怠慢了您 您要的罗曼尼康蒂 我给您拿过来了 我笑着接过经理手里的酒瓶 挨个给他们倒了酒 现场陷入诡异的沉默 每个人脸上的表情都变幻莫测 几分钟后 原本呆傻的众人像是反应了过来般 包厢里炸开了锅 卧槽 还真是陈云集团 于晨林还真没装逼 这下好了 出来聚个 参得罪了大人物 以后他要是找我们查给我们使绊子怎么办 毕竟他现在在一室 可是支手遮天 于晨林人还怪好的 当年我就知道 他人品兼优 发达了也没忘了父老乡亲 看张木月心虚那样 当年那是肯定是他诬陷于晨林的 害了人家这么多年 他也真好意思 你看周莉莉那表情更好笑 当年嫌弃 人家穷意搅踹了他 结果怎么着 压错宝了 现在肠子都快毁清了吧 今晚回去估计都睡不着觉 郑少秋和林智杰的脸比铁还清 他咬牙切齿地看着我 于总 你还真是深藏不露啊 今晚把我们当小丑耍好玩吗 我抿了一口酒 不动声色地呛了回去 我一开始就说了 是你们不信 包厢的门被人从外面推开了 进来一个穿着烤酒的小老头 哟 大伙都吃上了呀 路上堵车 我就来迟了些 闻言 大伙都急忙放下 手里的筷子 围了上去 刘老师 这么多年没见 你还是没变样 还是这么英俊潇洒 刘老师 十年没见 我们都快想死你了 刘老师乐呵呵地点点头 同学们 我也很想你们呢 尽管我在生意场上 厮杀了这么多年 但我一直不太喜欢 这种虚与尾仪的场合 我坐着梅挪窝没说话 郑少秋扫了我一眼 故意把话头引到我身上 刘老师 你还不知道吧 我们这群人中出了个身家过亿的总裁 于晨林可是个大忙人啊 这些年我们聚会 他都不带搭理的 我默默翻了个白眼 明明是你们没想起过我 怎么现在还反咬我一口 刘老师朝我看了过来 前两年我所有心思都花在看病上了 所以消息也不怎么灵通 小鱼 恭喜你啊 你一步步走到现在 辛苦了 我笑着点头回应了他 周莉莉扶着刘老师坐了下来 说起来 老师的病近来怎么样了 当年可把我们吓坏了 命硬 轻易死不了 他呵呵笑着 医生说好好保养 癌症复发的几率很小 那就好 那就好 说起来 当年还要感谢你们 捐款凑我的手术费 这年头你们工作压力大 挣钱不容易 我这个老头子现在挺过来了 也不好意思要你们的钱 今天我过来就是 打算把你们凑的钱都还给你们 刘老师颤颤巍巍地拿出手机 带上老花镜 点开了当年的水滴筹链接 林志杰捐了五百 王小莲三百 张沐月一百 晨曦二十 刘老师每念一个数字 就有人低下头去 莫过一会 包厢里一半的人都恨不得找得凤钻进去 郑少秋和周莉莉一起捐了五万 郑少秋看了一眼众人羞愧的表情 高傲地抬起了他的头颅 刘老师扶了扶眼镜 看着众人战红的脸 有些不解 你们这是干什么 捐多捐少都是心意 老师都很感激你们的 两个女生凑到一起 嘀咕了起来 陈希当年要不是刘老师 早就饿死了 前两年刚知道刘老师得病的消息时 他在群里发雨音哭了一整晚 还说要好好挣钱给老师看病 真是当面一套背地里一套 竟然就捐了二十 嘖嘖 那他还在我们面前装什么 算准了水滴筹匿名 我们不知道实情是吧 那这样讲 郑少秋和周莉莉夫妻俩还算可以的 至少他们有钱是真捐 不是作秀 则 我记得刘老师当年的心肝宝贝是于晨林吧 怕他没钱吃饭 硬是给他饭卡里充了好几百块钱 就别提给他买衣服买鞋了 你刚才听见他名字了吗 该不会他一分都没捐吧 有些人就是越有钱越抠门 难平 他们越聊越激动 音量也不自觉 大了起来 郑少秋比仪地看了我一眼 弯起了唇角 于总好歹身价上亿 现在是上流社会中的佼佼者了 一时想不起对他有知欲知恩的老师 也不算什么稀奇事吧 郑少秋话里话外都在讽刺我是个忘恩负义的无耻之人 他笃定我在老师病危之际袖手旁观 陈希也像反映了过来似的 跟郑少秋一起把矛头对准了我 于晨林 做人不能太忘恩负义 老师怎么说也在你穷困潦倒的时候帮了你不少 要是没有老师 哪来今天的你 我看他仗红着脸 大言不惭指责我的模样 莫名有些想笑 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对他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事 让他这么费尽心思拉我一起下水 老师 你当年就是太膝软了 才养了个白眼狼出来 郑少秋今晚一直被我压一头 现在好不容易找到个反击我的机会 他哪肯轻易放过 少秋 你说什么呢 刘老师一脸困惑 我病情能成功控制住 最应该感谢的人就是小鱼 郑少秋不服气 他从鼻孔里哼笑一声 老师 都这时候了 你就别替他遮掩了 他人品怎样 我们都一清二楚 刘老师一脸愤怒地加大了音量 我从确诊到住院 做手术 花的所有钱都是小鱼出的 他还送我去甘国 费尽心思联系了研究这方面的专家 要是没有小鱼 恐怕我这个糟老头子 今天就不能站在这里 听你们对他冷嘲热讽了 死话一出 包厢里又恢复了沉默 郑少秋和陈希的脸比猪肝还红 他们彻底进了声 低头瘫坐在椅子上 只有周莉莉感叹了一句 于晨林 你还真是个知恩图报的好人呢 就在这时 女友的电话打了过来 亲爱的 你那边结束了吗 听王叔说你喝了点酒 我刚好在这附近逛街 需要我去接你吗 我听着女友软糯的语气 不自觉勾唇笑了笑 好啊 我这边也快结束了 也许是我的笑意太过明显 放下手机时 我看见不少人正盯着我看 我清了清嗓子 真是不好意思 我女朋友过来接我了 可能要失陪了 我跟助理打了招呼 今天所有的消费由我买单 一直坐在角落里 没吭声的林智杰开口了 于总 我们好不容易才有机会聚一下 下次再聚 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没必要扫大家的心吧 再说 我们都还没见过嫂子呢 正好让我们大家也见识见识 是什么样的美人拿下了我们的青年才俊于总 我摆摆手 笑着推托 我女朋友容易害羞 不太能适应这样的场合 周莉莉攥紧了手 脸色不太好 不知为何 她抬头盯着我看了一会 突然笑着呛了我一句 于总这么藏着掖着 该不会是女朋友拿不出手吧 虽然我今晚碍于情面 一直对这群笑面胡忍让着 但是这不代表他们能随意欺辱嘲笑我的阿瑶 周莉莉 慎言 我女朋友 当然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 起码她不会在我低谷穷困潦倒时背弃我 转头就找好了下架 周莉莉的脸色猛得变得惨白 她大概没想到 她弃之如碧履的舔狗 有朝一日会为了维护其他女人 在公众场合这样给她难堪 毕竟 在她心中 我一直是那条永远包容她 永远沉浮于她的狗 现场气氛一度跌到冰点 还是刘老师出来讲和 她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 你小子 总是喜欢闷声干大事 办公司这是 你瞒着我 是不想让我为你操心 如今 你都苦尽甘来了 你有能力保护自己 保护你的家人 既然女朋友都来了 就带过来给我这个老头看看吧 无奈 我点点头 给阿瑶发了一条消息 阿瑶来的时候 我还在给刘老师敬酒 就听见身后传来尖叫声 一阵接着一阵 我皱着眉转过身来 阿瑶已经俯身抱住了我 我的妈呀 今晚真是跟着于晨林见识面了 也没人跟我说她女朋友是上官瑶啊 平时都在电视上看 今天可算是看到真人了 比电视上美多了 这可是京圈大小姐 名媛中的名媛 她爸可是上官方豪 这么多年 一直霸占富豪排行榜榜首 待会我可以跟她蹭个合照吗 这都够我吹一辈子的牛了 阿瑶笑着 跟众人点头打招呼 我握紧她的手 准备带她离开 转身之际 周莉莉叫住了她 周莉莉盯着我们食指紧扣的双手 紧抿着唇 脸上看不到一丝血色 上官小姐 你知道你身边的这个男人在你之前 曾经还有过一段婚姻吗 她露出一个胜利者的微笑 挑衅地盯着阿瑶看 郑少秋被她这阵仗吓破了胆 她拉住周莉莉的胳膊 把她往后拖 她一脸歉意地看着我们 不好意思 我老婆今晚喝多了酒 在耍酒疯呢 还请上官小姐海涵 随后 又在周莉莉耳边低语着 你发什么疯 这是上官家的大小姐 不是我们能得罪得起的 众人也纷纷出来打圆场 阿瑶却放开了我的手 安抚性地拍了拍我的手背 她静止走到周莉莉面前 露出一个恰到好处的微笑 你是陈琳那个前妻吧 周莉莉惊恐地瞪大双眼 你竟然知道我 阿瑶撩了撩头发 夫妻之间本来就不该有秘密的 周莉莉突然发出爆笑 也是 是我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了 只是 我很好奇 上官小姐条件这么优越 什么优秀的男人找不到 为什么会找一个离过婚的男人呢 林志杰也坏笑着跟人调侃道 难道是上官小姐就喜欢剪别人用过的 那我是不是得跟于晨林学习学习 现在抓紧找个人结婚再离婚呢 林志杰太过激动 没控制好音量 她的这句挖苦直接进了阿瑶的耳中 我握紧双拳 竭力想让自己忽略掉这句话 毕竟 在我的大学生涯里 他们各式各样的嘲讽 我都听过 我告诉自己 没关系的 我已经在生意场里锻炼得百毒不侵 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容易被恶意刺伤的矛头小子了 我浑浑噩噩走到阿瑶身边 牵住他的手 想带他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但令我没想到的是 阿瑶拽着我的手 直接走到林志杰和周莉莉面前 他沉声开口 脸色铁青 道歉 两人明显没反应过来 什么 阿瑶又历生重复了一遍 向于晨林道歉 他曾经的经历 遭遇到的苦难 不是你们嘲讽欺辱他的理由 你们在座的每一个人 无论是人品还是身价 都远远比不上他 所以也只能动动嘴皮子 说一些风凉话 随后 阿瑶又快步走到林志杰面前 就算你离过一百次婚 我也不会看上你这种人 你这辈子 下辈子 下下辈子 永远都比不上于晨林 你永远都只能被他踩在脚下 无法反抗 临走之际 阿瑶回头看着周莉莉慌乱的背影 笑着开口 周小姐 背叛的人下地狱 像你这种践踏他人真心的人 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回家的车上 我看着窝在我怀里撒娇的女孩 宠溺地勾了勾他挺翘的鼻子 阿瑶 他们说的那些话 我耳朵都听起简了 我已经不在意了 你没必要为了我去跟他们结仇 你现在代表的是上官家 我怕他们宴会结束后 散播你的谣言 影响你 阿瑶看着我用力摇了摇头 打断了我的话 陈林 名声对我来说都是身外之物 我从始至终在乎的 只有你 我握紧了她的手 跟她实质紧扣 阿瑶 我们结婚吧 阿瑶在新闻发布会上 公布我们结婚的喜讯时 微博已经报了好几个热搜 手机一直响个不停 我点进微信群 林志杰等人已经在群里接龙恭喜我了 于总跟上官小姐 真是郎才女貌 天生一对啊 祝贺你们喜结良缘 结婚那天 别忘了请老同学们去做作呀 当年我就知道 于总不是一般人 果然 现在事业爱情双丰收 简直是人生赢家呀 到这气氛一片祥和 周莉莉突然发了一条消息 打破了其乐融融的氛围 结婚又怎样 过不了多久又要离 前几天还在宴席上嘲讽我的王小莲第一个站了出来 周莉莉 你发什么疯呢 自己婚姻不幸福就诅咒别人 你好狠毒的心肠啊 我看她就是单纯的极度 自己当年甩了余总 现在肠子都快毁清了吧 极度有什么用 人家是上官家的大小街 家是相貌都甩你好几条街 你凭什么跟人比 自己当年在学校就水性洋花 脚踩好几条船 现在装什么白莲花呀 最后 在众人的围攻下 周莉莉灰溜溜地退了裙 我和阿瑶最近在筹备婚礼的事 每天忙得双脚不离地 再次听到周莉莉的消息时 婚礼筹备已经接近了尾声 周莉莉不知道受了什么刺激 精神有点不太正常 经常在家发疯砸东西 郑少秋有点大男子主义 她接受不了神经兮兮的妻子 就在外面养了情人 周莉莉知道了这件事 正在跟郑少秋闹离婚 郑少秋在小群里吐槽 要不是看在他给我生了个儿子的份上 我早跟他离了 我家三代单传 老头子看中这个唯一的孙子 我又不能跟他对着干 我盯着这条消息看了一会 然后笑着把一份亲子鉴定 匿名发到了郑少秋的邮箱 我也是无意间得知 周莉莉在学校里的时候 经常一次勾搭好几个男人 她带着肚子 找上我当接盘侠的时候 跟郑少秋分手都快半年了 所以这孩子无论如何 都不会是郑少秋的 恐怕孩子的亲生父亲是谁 周莉莉自己也说不上来 后来也不知道周莉莉使了什么招 让郑少秋相信他肚子里的孩子是他的肿 被蒙在鼓里替别人养了九年的孩子 不知道郑少秋知道这是会不会气风 我送他的这份大礼 就当作他欺凌我这么多年的回礼吧 几天后 林智杰告诉我 郑少秋因为酒后失手杀了周莉莉 影响恶劣被判了死刑 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正笑着挽着阿瑶的手 走进婚姻的殿堂 因果报应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今后我的人生 天朗气清 万里无云 发生了周莉莉莉莉已